所以网友不要给我发这些信息 我觉得网友们咱们大家应该具体行动 根据我提供的线索 大家给我提供更多的有关和这证据相关的信息 最近几天来我就特别的感动的是 有些网友给我发来了 他们掌握的海航在海外的银行 还有一些存款 还有他们在海外飞行当中住酒店 还有去外面吃饭的信息 这是很重要的 未来在开全球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再次的恳请所有的网友 我们要行动 不用关心文贵什么事情 大家一致行动去面对 我们的这些我揭发的盗国者 还有这些犯罪分子们的真相和证据吧 好不好 那么剩下的事情要说的很多 未来我会不同的时间 会录下来视频会给你们分享 同时也会在我的first book 还有YouTube上会挂上去 希望大家往那里可以看到有关的视频 我们的路还很长 文贵已经做好了一切一切的准备 我不会屈服的 像马剑副部长这个视频里提到了很多事情 我都会给一一给你们解答 从这个视频里面看到了 为什么我说他是影响了我一生 他是我尊敬的马副部长 永远是我的马副部长 我永远尊敬他 从他信息当中我看到了他的智慧 和他的人品 和他身上的最有魅力的人格 他在这种被枪顶的情况下 还说出了这么重要的信息 文贵是爱国的 是给国家做过多次的贡献 立过一等功 是习总书记和孟建柱书记 要签罚给我的 是国家给我的 文贵没拿过国家一分钱 没干过一件违法的事情 但是他们现在全都不顾了 这就是中国人所担心的 爱国无好报 忠臣无好果呀 这我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我不是他们是臣 我就是一个爱国的人民 花了这么多钱 上了他们的当 结果他们这样的回 我还把我全家都灭了 如果大家在这个事实当中 看不到这个本质 那真的是太可怜了 我们大家都 我希望和大家一起 寻找属于我们的真相 属于我们的尊严 我们是草根 我们是穷人出身 但我们不是猪 我们不是畜生 你想宰就宰 你想杀就杀 我们是人 我们要需要找回 人的起码的尊严 大家不要着急 所有的事情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文贵会给你们一个 无法想象的未来 和无法想象的一个 过去五年来反弹的真相 我会给这个国家 会给这人带着新的贡献 那就让大家找回到 属于自己的尊严 推动依法治国 让大家都活得安全 然后你们的钱 不被这些人都偷走 让你们家破人亡 咱们拭目以待 我用事实说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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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